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奥斯汀是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代的世情小说家 他的作品以小见大 写的无非是请客吃饭 弹琴跳舞 择偶婚嫁 但他用制作象牙雕刻般的功夫 打磨出了艺术精品 他的全知叙述者 很少对人物进行评论 但始终将人物控制在 他的一个反讽意味的审视当中 二十世纪以来对奥斯汀的评价越来越高 人们说几百年来 人们的文学趣味换来换去 但只有莎士比亚和奥斯汀的作品 始终喜欢 奥斯汀一生只写有六部小说 分别是 《理智与情感》 《傲慢与偏见》 《曼斯菲尔德庄园》 《埃玛》 《诺桑觉寺》和《劝导》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这本书中说 简奥斯汀是英国小说 伟大传统的奠基人 他和英国小说《大家们》一样 具有一种面对生活的虔诚虚怀 以及一种明显的道德热忱 给了他很高的一个评价 今天这一讲 我带大家来看一看 大家比较熟悉的《傲慢与偏见》 《爱玛》这两部小说中的女性 我们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升级勃勃而又保持疏离的女性 第二部分 女性的智力与创造力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傲慢与偏见》和《爱玛》当中 有一个共同点 她们都呈现了一对互为对照的女性角色 女主角都是生气勃勃 无拘束好言谈的姑娘 相比之下另一位对照性的女性呢 就温和闲静 含蓄拘谨 是这样的淑女 大家都知道《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角 伊丽莎白·班纳特 她爱憎分明 在人前也不费心掩饰 而她的姐姐 简 接人待物总是平和愉快 甚至使宾利先生误以为 简对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情谊 《爱玛》中的两位女性 就像书中的奈特利先生的态度一样 大家都包扬埃玛·武德豪斯 坦率 热情 而贬低 简·菲尔菲克斯 她端庄中的梳理 因为这种个性使她不太亲切 不太可爱 看来两位女主角是坦率奔放 而两位对照性的名字和作家一样 都叫简的姑娘 稳重 拘束 乍看之下 这一对比 似乎是奥斯汀早期的一个主题 理智与情感的一个再度的演绎 那么光彩造人的伊丽莎白和埃玛 有什么问题呢 唐嘉威在她的论文 论奥斯汀小说中 疏离状态的多重意义当中论证 伊丽莎白有一个关键的人格弱点 就是不认真对待生活 她身上有一种疏离感和游戏的形态 如果我们对比伊丽莎白和简 简表面平静 但是她真挚地爱着宾利先生 并在她退却的时候很受伤害 而热情坦率的伊丽莎白 她对于伟寒转而去追求金小姐 十分淡定 所以亲友们都颇为惊讶 书的大部分场景当中 丽伊丽莎白都扮演着一个局外人 她观察世间百态 乐在其中 包括简和宾利先生彼此的爱慕 达西对宾利小姐的无动于衷 克林斯先生对于加台林夫人 小丑似的缠媚 伊丽莎白总是以客观的眼光 审视着他人 审视自己在这个生活舞台上的一个表演 我们再对比一下埃玛当中 埃玛和简菲尔菲克斯 简的拘谨主要是因为 她要隐瞒自己真实的婚约 就像埃玛所说的 简对弗兰克丘吉尔的感情 准是压倒了她的判断 相比之下 埃玛远远不是这么能够 轻易托付真心的姑娘 埃玛对哈利埃特曾经宣称 自己决心维持单身 这等于说 她拒绝任何的情感的羁绊 她先是在埃尔顿和哈利埃特之间 热心的牵线 之后又在一个更复杂的事件当中 自封为无所不知的一个旁观者 埃玛对弗兰克丘吉尔 她抱有好感 因为这位先生在公开场合当中 对自己大献殷勤 埃玛感到非常开心得意 并想象自己爱上了她 然而最后得知 丘吉尔已经有婚约的时候 埃玛很平静 这表明她其实是默不关心的 那么这种心理上的保留 意味着对投身于生活当中 不确定性的退缩和拒绝 和简·班纳特以及简·菲尔菲克斯 表面上的拘谨一样 伊丽莎白和艾玛 她们的精神疏离状态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奥斯汀对她笔下 女主人公的这种精神疏离 未必是持批判态度的 由于奥斯汀的作品 我们说 承袭了反感伤主义 和反雅各宾派的思想传统 对于个人自发情感的真实性 她的作品流露出一种典型的 保守的怀疑 因为我们要知道 简·奥斯汀比下所呈现的是 一个讲究教养的隶俗世界 其中的单身女子 她们既要避免被表象所迷惑误导 又要维持自身形象得体 与男性相比 女性的社会地位不那么安稳 因此她们需要小心自处 奥斯汀她安排人物的命运很讲究 凡是一见钟情之下 就全心投入的女子 大多要经历一番煎熬 不只有精神上的折磨 身体也要有些损耗 与这些不懂设防的女子不同 伊丽莎白和艾玛设了一道精神屏障 把自身和外界隔离开来 也就免受 伪寒这样一类道貌爱人之徒 和丘杰儿这样一类无心冒犯的人 她们的伤害 所以我们看到 伊丽莎白和艾玛 既是活力四射爱开玩笑的活泼的女性 又是对生活保持冷静观察 懂得感情设防的女性 这是她们的复杂性所在 也是她们的魅力所在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女性的智力与创造力 在奥斯汀笔下 伊丽莎白和艾玛都是智力超群的女子 她们具有建立在真才实学基础上的 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力 她们有强烈的自信心和精神上的优越意识 还包括某种迷人的反抗性格 朱宏在她的奥斯汀研究这本书里面提出 简奥斯汀是以妇女天生和男人一样智力发达 有一样的理性为出发点 在她笔下 相爱的人们之间通常呈现为 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当中 妇女和男人一样能扮演导师的角色 这一关系事实上象征着 奥斯汀她对女性智力的一个信心 智力就是看穿本质的眼光 看穿的能力是一个真正的标志 把奥斯汀笔下那些值得占取的人物 和其他角色区分开来 伊丽莎白就比她的姐姐简更会认识人 她对于宾丽小姐的自私浅薄 看得非常的分明 她也能看穿宾丽小姐她冷淡来信背后的心机 而她的姐姐简呢 惯于以君子度小人之心 以为自己已成相待 对方就毫无算计 比方伊丽莎白为了照顾简 住到了宾丽先生家 宾丽小姐为了吸引达西注意而费尽心机 后者却无动于衷 伊丽莎白就尝尝菜从旁观看自语 书中写 只听得宾丽小姐恭维话说个不停 不是说她的字写的好 就是说她的字迹一行行很齐整 要不就是赞美她的信写的仔细 可是对方完全是冷冰冰爱理不理 这两个人你问我答 形成了一段奇妙的对白 照这样看来 伊丽莎白的确没有把他们俩看错 艾玛也同样能对人的品格有敏锐的观察 那么伊丽莎白和艾玛的智力和创造力 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 两个女主角都擅长模仿 在于达西第一次跳舞的时候 伊丽莎白故意模仿达西 她生硬冷漠的待人方式 死板地跟她进行谈话 同时她也在惩罚达西的傲慢 因为达西曾经评价说 她长得还可以容忍吧 但还没有达到可以吸引她兴趣的程度 艾玛也模仿过叙叙叨叨的贝茨小姐 学得是唯妙唯笑 令威斯顿太太忍俊不尽 第二 两位女主角对外界的观看 常常能够从实事求是的观察 过渡到创造性的想象 伊丽莎白和达西曾经就如何识人 进行过一番唇枪舌战 当达西称她为研究人的性格的专家的时候 伊丽莎白不仅欣然接受 还颇有自觉地评论了一句 最有趣味的还是研究复杂的性格 而艾玛作为一位艺术创作者的特点 是更加明显的 她给海莱特画肖像一件事 就是从观察到想象的一个比喻 第三 两位女主角的创造力 与小说的隐含作者之间有联系 不难想象 这两位女子模仿他人的时候 流露出的昂然性味 与作为隐含作者的奥斯汀 她在创作贝茨小姐和克林斯 这一类喜剧角色时的乐趣是相通的 所以可以说奥斯汀通过直接呈现 贝茨小姐的话来塑造该角色 这种做法其实呼应了艾玛 对于贝茨小姐的模仿 据说奥斯汀无论在他的私人信件 还是小说里面 始终喜欢当一个旁观者 通过反讽等重要的方式 来维持语情中的一种疏离感 这些特点其实跟他笔下的人物 伊丽莎白 艾玛十分相似 奥斯汀作为作家的创造力 长久以来为人称道 伊丽莎白和艾玛身上 也有这种诗意的灵性 那么在这些生机勃发的年轻女子身上 既有伴随着聪慧而生的那种犀利 又有因为他们的疏离带来的轻松 这既是奥斯汀这两位 最受喜爱的女性人物的特点 又是这两部小说本身的风格所在 乌卫华曾经提出 伊丽莎白和艾玛这样的女性 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隐含作者的代言人 一种打量这个世界的尺度 当然人物和隐含作者之间 还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但是这其中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知道在传统文学作品里面 男性人物意味着规范 意味着价值标准 代表着强势话语 女性的声音常常被遮蔽 始终处于被叙述 被窥视和被支配的困境 女性总是低眉顺眼地承受着 来自男性咄咄逼人的眼光 那么傲慢与偏见 艾玛这两部小说 却将女性推上前台 与女性的角度来展开故事叙述 这本身意味着 对传统男性叙述方式的一种颠覆 同时还隐含着批判寄存 男性诗学的一个意义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傲慢与偏见和艾玛 之所以为大家所钟爱 与两本小说中展现的 个性化的活力和想象力 是分不开的 而其中大部分表现于 女主角伊丽莎白和艾玛 奥斯汀自己曾经半开玩笑地说 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太过轻快 太过光彩照人了 它缺少暗色 傲慢与偏见 竟显伊丽莎白那轻快性情的 一种照人魅力 这其实属于纸笔中的失误 致使读者对于女主角的 心性弱点认识不足 而此后奥斯汀的写作生涯当中 她当然继续反感伤主义的路数 而她的晚期作品塑造的女性 心性和道德感趋于成熟 好的 我们今天这讲就先到这儿